帅帅三高男 Honda Fit 1.5S Honda Fit 原本就是国产小车里面 比较具有教旅风格的车款 发展到了全新第三代 整体线条更加锐利 车为两道直立的红色反光条 更加增添了修驴的味道 不像第二代Fit 只有VTi和VTi S两个车型 到了全新第三代 它多了S的顶级车型 顶级的S车型和VTi S最大差异 是它多了两个安全气囊 总共达到四气囊 而且在方向盘上还多了Siri Ice Free启动件 打电话给S明 正在打给陈思明 全新第三代Fit的更新要点之一 就是它的轴距加长了三公分 但是由于它的后座向后配置的关系 所以你能够享受到所增加的实际距离 是多于三公分的 比如说在这样子的增高模式之下 这个坐垫和前后椅背的距离 就比前一代增加了5.5公分 如果是在放松输压模式之下 你能够享受到的前后乘坐距离 更是增加了8公分 全新第三代Fit虽然车采用的 还是和前一代一样 1.5升最大马力120匹令金 但是它在传动系统上的最大变化 是它不再采用五速自排 而是改为采用CVT无段自排变速箱 采用CVT无段自排变速箱 最大好处呢 不但是动力输出更为平顺 最大优点就是在于节能省油 它的平均油耗数字 也从前一代的每公升14.5公里 提升到17.17公里 等于是一公升汽油 整整可以多跑3.2公里 不过Honda认为了呢 除了它透过传动系统 来帮助你达到节能的目的之外 驾驶人的自省行为才是更为重要 所以它在中央时速表周边呢 还有的辅助光源 如果周边的光显示是绿色的 表示你现在处于节能的驾驶模式 如果是蓝色的 就代表你的黄金右脚要多注意了 但是呢 就驾驶质感来说 第三代Fido的进步也是相当明显的 前一代Fido感觉比较直接 比较粗糙 NVH没有那么好 但是新的Fido拍起来 就是细腻平顺多了 更有家庭用房车的味道 相对于Toyota Yaris在传动系统上的锁节 Honda Fit却主张追求三高 号称高科技 高张力 高感度 在动力系统空间规划与科技配备上 都设定高标准 这场由丰田与本田单纲的国产小车双田大战 真的有好戏看了